在老师宣布下课后 学生像是开了闸门的小鱼 一股脑涌出教室 而李泽妍静静地坐在座位上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比起玩耍 她更想利用课间去处理作业 这样在放学后 就能有更多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就是Evolver吗 有必要天天宣扬 听到前方传来Evolver这个词 李泽妍顿了一下笔 又继续如常地写着 她不会又再说 被科学家请去做研究的故事了吧 多过去一年还有人信啊 新闻上都说了 是性质恶劣的绑架案了 一年前的绑架案 那段并不算遥远的经历 如同拍打在岸边的浪花 让她的记忆默得清晰了几分 我也不信 但她说出了好多细节 什么吃药 注射营养液 等真的一样 李泽妍下意识停下笔 脸上的表情认真起来 你们说的那个人是谁 从身后插入的询问 让两个同学随意地扭过头 但很快 他们便震住了 甚至瞪大了眼睛 插话的人 居然是那个从来不参与八卦的好学生 李泽妍 见他们惊讶地说不出话 李泽妍有些无奈 刚刚你们说的那个Evover 是谁 对方后知后觉地眨了眨眼睛 连忙转了个身 倒坐在椅子上 兴奋地看向李泽妍 李泽妍 你怎么会对她感兴趣 难不成你相信她说的话 我没兴趣 只是想知道她是谁 那个人是三班的 叫顾豪 谢谢 李泽妍说吧 起身走出了教室 背后响起了更为热烈的讨论声 只不过 讨论对象从顾豪变为了自己 她又一次无奈地轻叹了口气 明明大家已经初一了 为什么还和小学生没什么区别 安博的树影在走廊上轻轻晃动 李泽妍不紧不慢地穿行在其中 她回忆着有关那起绑架案的记忆 心中的疑惑多了起来 自己明确记得 当时一同被绑架的孩子里 看上去都比她小 应该没有同龄人 难道 被绑的孩子不止一批 李泽妍半眯起眼睛 步伐也慢了下来 这一年里 她不是没有了解过这起绑架案 只是进展极其缓慢 毕竟 没人会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 相信一个初中生的说辞 所以 她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搜集信息 无论是新闻还是论坛帖 只要有关那些绑架案的消息 即使收效甚微 她都会记录下来 可现在突然有这样一条线索 出现在自己面前 虽然还不知真假 但从对方说出的绑架细节 的确有和自己经历相符的地方 比如 吃药 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 那她离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 更近了一步 这样一来 或许她就能顺利地找到 有关女孩的消息了 似乎只是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李泽妍始终面无表情的脸上 多了一些笑意 在阳光的照应下 柔和了几分 直到近处传来一阵喧闹 被打断思绪的李泽妍寻声望去 发现人群中有个被拥促的学生 周围飘荡着各种课本和杂志 哇 顾豪 你好厉害 那当然了 怎么说我也是被请去实验室的天命之子 这些都只是九二科 人群中的顾豪嘴角快要裂到耳根 似乎很享受成为学校明星的感觉 看着对方四周的漂浮雾 李泽妍半眯起眼睛 他视野窝窝不假 能力的话 应该是和重力相关 目前来看 对方确实符合被绑架的筛选条件 只是李泽妍没有继续靠近 而是停下了脚步 这个人有很强的表现欲 如果贸然上前接触 容易出现不可控的意外 自己需要找到合适的机会 这样想着 李泽妍后退几步到三班的门前 侧头看向黑板上的指日表 今日指日声 顾豪 李泽妍的唇角 不由扬起小小的弧度 没想到 这么快就找到机会了 放学后 李泽妍和今天负责打扫的同学 交换了一下职业 拿起拖把去洗手间的池子里清洗 刚拧紧水龙头 走廊里响起了搭搭的脚步声 随着一声口哨 水池里悬空飞进一个拖把 四件的水花 瞬间落在李泽妍的身上 终于来了 想着 李泽妍一边拍掉身上的水珠 一边看向一面走来的顾豪 对方的脸上不仅没有歉意 反而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以为这里没人呢 就用疑问偷了下来 不好意思了 没事 你怎么这个反应 难道你不认识我 认识 我就说嘛 我是Evover 又是天选之子 学校里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我 但我认为 被所有人都知道 不一定是件好事 什么意思 李泽妍看着面前的人 脸上依旧没有露出过多的情绪 让太多人知道你的能力 你就有可能再次被抓走 物豪微微一正 很显然 并没有理解李泽妍的意思 他无所谓地两手一摊 说了多少遍了 我可是被科学家请去做研究的 那你还记得 做了哪些研究吗 李泽妍耐着性子转过身 把拧干的拖把靠在墙边 不经意地发问 说了你也不懂 反正都是你没见过的 不过嘛 也有你见过的 那里面有好多游戏和漫画 甚至还有一个室内足球场 羡慕吧 李泽妍的动作顿了顿 又继续询问 你后来还和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 有联系吗 当然了 那些科学家 现在还经常会来陪我玩呢 那我能见一见吗 话音未落 始终神气的顾豪 脸上终于浮现一丝慌乱 李泽妍没有说话 始终望着对方 似乎是被看得有些心虚 顾豪拿起拖把 边说边往回走 到时候再说吧 我得回去打草教室了 看着对方的背影出现远去 李泽妍皱了皱眉 远处阴晕的夕阳 将她的脸上的思绪 也硬得浓了几分 李泽妍刚回到家 便接到了爸爸的电话 泽妍 我要晚点回家 就不用等我吃饭了 知道了 爸 电话挂断后 她静止打开冰箱 看着里面现有的牛肉 她想起前几天和妈妈 通电话的时候 她聊起自己 最近吃了一家 做得很不错的 红酒炖牛肉 听着妈妈语气里 难掩的开心 挂掉电话后 她便去网上搜索了 相关的食谱 记载了心里 看来 今天是一次很好尝试的机会 于是 李泽妍将洗净的牛肉 放到锅里 看着逐渐生腾的细小气泡 她的思绪慢慢远去 想起傍晚时和顾浩的对话 李泽妍并不了解顾浩 但从她的行为举止来看 那样喜欢炫耀的人 应该藏不住事 可她偏偏在关键的细节上 说得很模糊 只一味地去炫耀娱乐设施 虽然没有什么依据 但直觉告诉她 这个人的说辞 并不是很可惜 在思绪辗转中 牛肉慢慢分解出诱人的香味 李泽妍将代替红酒的葡萄汁 倒入了锅中 调至最小火去炖煮 检查了遍安全用火后 李泽妍设置好定时器 静止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对她而言 二十分钟 足够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李泽妍打开电脑 输入了孩童 Evover 绑架案这几个关键字 伴随回撤的敲击 网页上刷出不少新闻 都是她浏览了无数次的内容 当时的媒体对外报道很统一 定性为Evo公开后的第一起恶劣事件 不过仍然有很多人提出疑问 这件事究竟有没有被掩盖的真相 可这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应 慢慢地 轰动一时的绑架案在刻意地掩盖下 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李泽妍的唇角不由敏成小小的直线 她滑动滚轮 继续寻找最近更新的报道 只不过在这些关键词下 近期的新闻大多聚焦在了Evo存在的问题上 关于Evo与Evo的讨论占据了社会的热点 她随便点开了几条 发现评论区里充斥着各自的讨论 根据新闻的性质不同 有关Evo是天生的犯罪者还是超人的争论 也一直发酵着 其中也夹杂着不少中立的声音 如何去运用Evo才是正确的 正确和错误向来并非绝对 李则言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很快 在没有发现有用的信息后 她直接关闭网页 从书架里拽出了一个笔记本 摊在桌上 上面记录了很多 自己在使用Evo时 所感受到的一些细节 毕竟 自己是Evo这件事情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自己的父母 所以在这方面 她一直都是自己在慢慢摸索 李则言举起一支笔 这一次 她想测试自己 能否只停止特定物体的时间 松开手的刹那 门外的定时器 没得持续响起 牛肉炖煮好了 李则言没有眨眼睛 紧盯着下落的钢笔在空中旋转 像是一根脱离表盘的石针 而在自己使用Evo的刹那 刚比如她所愿地停滞了下来 但门外的灵响也沉寂了 与往常一样 一同被凝结的 是整个世界 窗外的夜空逐渐染成幽黑 李则言才听到玄关传来的脚步声 老吴啊 今晚的聚餐我就不参加了 我回家还有事 等男人挂掉电话后 李则言才探出头 开口询问 爸 您应该还没吃吧 我在冰箱里留了菜 男人抬起眉 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小大厨 今天晚上做了什么 红酒炖牛肉 不过我用了葡萄汁来代替 听了颇有创意的菜谱 男人不由笑出了声 那爸爸现在就来尝尝看 你的独创手艺 饭后 男人没有急着去处理工作 而是先坐到了 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李则言旁边 电视里正播放着新闻 男人看向了身旁的一脸专注的李则言 生上初中的他已经逐渐退去志气 自己也深知儿子远比同龄的孩子成熟 却还是忍不住 想要问一些父母老生常谈的问题 则言 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 李则言想了想 力重就轻地开了口 和以前一样 不过今天和一个 有疑问的同学聊了一会儿 他是你的朋友吗 不 只是隔壁班的同学 这样啊 对方人怎么样 还行 面对爸爸的问题 李则言挑出了一个不会出错的词 电视上继续播放着新闻 这一年来 关于Evover的篇幅越来越多 而男人也发现 电视里每每播到Evover相关的内容时 自己儿子的眼神总是更加专注 则言 你对Evover很感兴趣 嗯 李则言应了一声后 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抬头看向爸爸 爸 您感兴趣吗 说不上感兴趣 毕竟 这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了 那您是 怎么看待那些Evover的 或许是李则言的口吻里 加了一丝认真 男人沉默了半嗓 才开口回答着 新的基石 这个答案 让李则言沉默了片刻 男人看着儿子陷入思考的神情 知道这个答案对于向来成熟的他来说 也有些复杂 能理解吗 李则言想了想 摇了摇头 这个问题 他现在还下不了结论 人是社会的基石 只要人发生变化 社会也将迎来必然的改变 但如何对待Evover 正确使用Evo去构建社会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面对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 却没有过分担忧 爸爸目光中的道路 远比自己看得要长 这样想着 李则言的目光不由垂了下来 与此同时 他的头顶落下一道宽厚的掌心 则言 对你来说时间还长 很多事情不需要急 但一定要问 第二天的体育课 李则言在球场上活动着身体 准备着待会儿的年级友谊赛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来到李则言对面场地的 正是顾豪所在的三班 李则言晃动着脚腕 没有对上顾豪投过来的视线 经过昨天的试探 虽然没有证据 但他已经基本确定 他与内奇绑架案毫无关系 至于他口中说出的细节 明显是为了让身边的人深信而撒得谎 没有继续接触的必要 准备开球 随着哨声响彻球场 李则言毫不迟疑地将足球一脚开出 看着三班的阵型被自己开出的球 拉扯出了一个空位 李则言迅捷地奔跑了起来 李则言 接球 李则言用余光锁定足球的轨迹 调整了身形 保证在射门的时候 能击打在最恰当的位置 空中足球下坠的弧线 与李则言的凌空抽射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接触点 球应声落网 比分一比零 李则言将球运回中线 顾豪的脸上满是不屑 他接过李则言传来的球 大声喊道 你神气什么 我待会儿也进给你看 随你 面对顾豪的挑衅 李则言只是扔下两个字 就跑回防守位置 随着哨声再次响起 顾豪示意身边的队友 把球交给他 他慢悠悠运着球 像是在散步 李则言盯着顾豪脚下的动作 铭起薄唇 自己几次试探性的逼巧 都被顾豪以诡异的角度 躲了过去 他似乎使用了一握 紧接着 顾豪一个人将球带到了门前 轻飘飘将足球踢向门中 而在足球进门前的刹那 李则言陷入了极短的思考 他明白 只要自己也使用能力 就能赢下比赛 但同时 自己也就输了 哨声响起 比分一比一 中场休息 李则言满身湿汗地靠在球场围栏上 看着顾豪带着挑衅的目光向自己走来 哼 怎么了 是不是踢得很累啊 别逞强了 直接认输吧 现在的比分是一比一 还没有结束 只要有我在 你们压根就赢不了 别挣扎了 我不需要挣扎 也能赢 晴朗的阳光照在李则言的脸颊上 闪烁着夺目的光 顾豪扯了下嘴角 变本加厉地嘲讽起来 你拿什么赢我 我可是被实验室选中的天选之子 我们从出生就注定会有不一样的待遇 当时来接我去实验室的车 都是你没有见过的大车 里面别提多宽敞了 所以呢 李则言毫不在意的语气 让顾豪不由愣了一下 你 你真是天选之子 不应该去更专业的地方 继续被培养吗 我 李则言一针见血的质问 让顾豪有些无力反驳 四周围观的同学也纷纷议论了起来 好像有道理 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 怎么会当我们的同学啊 果然 我之前就觉得他在说谎了 周围汹涌的议论声 不断向着顾豪挤压 他的脸瞬间通红 气急败坏地指向李则言 我 我再怎么样也是个乙温味 就是比你这种什么都没有的普通人强 强大的是乙温 并不是你 本质上 你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李则言的话 像无法抗拒的真理 让顾豪的脸不断在红白之间交错 最后 他撒腿跑出操场 等下半场开始时 裁判老师宣布 顾豪因为身体原因不参加比赛了 由别的同学代替 球在哨声响起的刹那间 高高跃起 黑白两色 在空中勾勒出一条弧线 这一刻 李则言想起了遇到女孩的那天 也想起了那个被他踢坏的纱宝 自己的道歉 还有最后一次离别时 女孩在铁丝往前说过的话 李则言 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想到这 李则言笑了起来 难得地显露出 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稚嫩和纯真 既然自己当时决定相信他说的话 那便是接受了这场未知的等待 但在此之前 他需要不断地成长 好让主动权更多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也不知道 等再次见面的那一天 他还是那个爱吃布丁的根屁虫吗 下一秒 他奋力地跑了起来 迎着足球飞来的轨迹 不偏不倚地踢了出去 球 再次应声落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